OK 八点钟了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大家准备好了 好了 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们这个新人起步 如何推广 就是有包括我们的marketing plan 那我看线上呢 很多人太久没有见了 没有放图片了 也不知道是新人还是旧人 可是呢没有关系 我们就从零开始 好 那我先自我介绍 我姓杨明言波 然后呢是以为的讲师 然后就本身的专长 应该是在这个什么 治疗法在医疗这方面 可是呢这个市场计划呢 也是我们也时常有做培训 就是给一些吉利课啊 或者是一些培训课啦 OK 好 那今天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MCO已经完了哈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 槟城已经开始塞车了 已经今天是大塞车 就是到处 就是有旅游的地方呢 都已基本上都是塞满的人啦 好 所以这个是现象好还是不好呢 那我们就不知道啦 可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哈 那个virus呢其实还在的 那我们看到很多旅游的地方呢 就其实很多店啊 就是可能 以前是整排每一间呢都开的 现在呢可能就是 开了两三间停一间 开了两三间停一间哈 可是呢渐渐的渐渐的这个经济 我们是看到有复苏了哈 好 那我们这一个 我们就不多谈了 我们先跳过 好 那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就是 呃就是我们总裁的Facebook上面 我们最近以为得到什么奖呢 就是我们的金牛奖有没有 所以呢再一次呢 恭喜以为呢 就是得到市场的肯定啊 啊 so这个企业第一名 这个是不简单的哈 so这个我们陆陆续续呢 公司呢只是稳杂稳打啊 就是自己自己呃 经营好好的经营 自己的事业呢 就是这些奖项呢 就是有目共睹的啊 所以大家呢我们都是以为的一分子 我们应该感到光荣了 所以公司拿奖就好像我们拿奖 这样子有没有 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啊 好 那以为呢 从以前开始呢到现在呢 我们都是都崇尚自然 所以呢我们的种植地呢 完全都是原生态种植的 所以以为是以什么东西开始的 就是主打产品呢 就是我们的印加果油了 所以这印加果油呢 在相信呢在厂啊 就是有一些领导呢 也是有去过老挝 有去过辽国呢 看了这些这个种植地呢 觉得啊就是都会 他们都会有跟大 跟你们分享了 我们是完全没有放肥料的 现场呢你会看到很多羊啊 很多这些动物呢 就是靠这些动物的分辨来 这个做肥料 那为什么呢我们选择吃油呢 要选择这个 原生态种植呢 因为如果说土壤呢 是里面有很多化肥 化肥呢会渗透土壤 然后呢植物的根呢 就会去吸取这些土壤里面的 这些矿物质 那在吸取的时候呢 化肥肥料里面呢 也是有矿物质的 所以呢都会吸取进这个植物里面 所以在植物里面呢 储存最多油的地方呢 那就是我们的种子 所以我们在吃硬加果油的时候 如果周围的土地 是有很多化肥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等于在吃这些肥料 吃这些化学物质啦 所以呢 吃任何的油也好呢 都是建议原生态种植 或者是organic啦 而我们呢 就是公司也 就是大大方方的 就是给大家自己去参观 相信呢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各个国家开放的话呢 这个去老挝的trip呢 应该又会重新再主办了 所以每个人呢 都可以 想要去吗 想要去的话 就跟我们的公司板印一下啦 好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些 就是在老挝的一些图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家庭 他们的物质呢 是很简陋的 那每一家前面呢 都铺了一个草席 草席上面呢 就是放了硬加果的种子 所以呢 这个他们的生活呢 就是在帮我们把硬加果 收成的这些 果实呢 就是把它的种子剥开 就是剩一层皮在外面 那这个呢 就间接的带动了 整个老挝的这个经济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 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我们 我们在吃油 我们在推广这个硬加果油的时候呢 不要以为呢 只是 我们只是在推广健康 其实呢 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呢 后面的这个经济效应 所带来的这个好处呢 是造福很多的这个人群的 包括一些贫穷国家 比如说那边的农民啊 所以呢 我们要感恩啊 就是上天给我们这个硬加果 就是可以在 在我们在推动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光荣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们以为呢 也是有拥有自己的工厂啊 所以给新朋友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工厂 刚刚建好的时候呢 就MCO了 所以呢 包括我都没有去过这个工厂啊 可是呢 我们工厂的传说中呢 是很漂亮的 里面的装潢呢 好像酒店这样子啊 所以 那我们在MCO期间 这两年期间 我们也看到公司 一直在推出新的东西 新的产品呢 也相信呢 这个工厂呢 一直在找好的原料 好的配方呢 在制作更多的产品啊 给我们享用了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公司里面的一些 这个图片啊 所以大家看了呢 就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呢 这个不是hotel啊 这个是工厂啊 所以大家想一想了 所以 就 重开的时候呢 我们有机会呢 我们一定要去工 这个工厂 去参观一次了 好 那一位呢 从以前到现在呢 稳扎稳打呢 就是 不是在 老板人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五位老板呢 他们强调呢 我们都不是在做生意 我们是在做企业 我们是在做 这个 企业 就是有灵魂的事业啊 所以 什么灵魂呢 就是我们的五大基石 这五大基石 就是健康 忍爱 希望 自由 传承 所以 我们 这个 以为的员工也好 以为的文化 全部都是 环绕于在这个 五大基石 所以 跟健康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产品 一定是健康 一定是带给人健康的 不管是体内健康 包括我们吃的 任何的这个保健品 还有体外的健康 还有就是 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些 能量缩水面膜啊 还有这个 瀑布负离子 瀑布直背啊 这些等等呢 这个 全部都是跟健康 管道健康有 有关系 对我们日常生活 有帮助的人 相信 就是 公司呢 都会考虑了 那 整个企业的文化呢 就是以仁爱为主 所以呢 我们 的这个 里面的文化呢 如果你是想要在里面 经经计教 勾心斗角的话呢 以为是找不到的 所以在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 很 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让大家呢 在这个经营 这个事业的同时呢 感受到 这个家庭的温暖 然后呢 我们的 这个 所做的一切呢 我们所 现在的努力呢 其实是可以传承 是给我们下一代的 所以 经营以为 就等于是在 经营我们的生命啊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以为五大基石 为基础的一个企业了 所以 世界上呢 很多公司呢 开了又关 开了又关 就是因为 可能就是 没有灵魂 所以灵魂呢 就是一间 企业的一个命脉 所以这个五大基石呢 是我们每一个 以为的家人呢 都一定要牢牢 记在里面 一定要就是 懂得怎么样去 维持它 然后呢 怎么样去传承它的 一个文化 所以这一点呢 是很重要的 以为少了这五大基石呢 就不叫以为了 好 所以这个是刚才讲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主要跟大家分 就是给一些新朋友呢 就了解一下呢 要加入以为呢 就到底要怎么去做 所以公司的文化 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一第一点 我们刚才讲了 那实际上的行动呢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那我就把它归类成 这八个要点 所以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了 好 第一个要点 设立目标 什么目标呢 目标就是 这个 我们在以为呢 想要什么东西 所以有的人在以为 想要 赚到一些 什么 费用啊 有的人在以为 想要吃免费的产品啊 有的人在以为 想要找到健康啊 尤其是三高啊 这些病人呢 其实在以为 一开始接触以为的 都是以 想要调理身体为主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以为的产品呢 的确自己会说话的 这次次次呢 就很多这个慢性病的问题呢 都改善了 那我们的以为呢 从来也不夸大 从来呢 老板呢 都跟我们讲了 这个我们的产品 不是神游啊 不是什么 以为神游啊 因为吃了过 什么病都会好 所以我们需要有原理 在背后的支撑 所以每个呢 加入以为呢 都会受到很 这个健康的一个 吃的智慧的 这个教育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以为 是做得很好啦 以为请了很多个讲师呢 在帮忙传达 这个教育的这部分 那教育 大家知道 怎么样吃的过后呢 其实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 这个心灵方面的成长呢 下一步呢 相信明年呢 公司会着重在于 这一个心灵的教育 所以这方面呢 也是已经开始在启动了 OK 所以这一个呢 都是一步一脚印的 公司要我们做一个 有文化 有智慧的一个消费者 或者是经营者 而不是呢 纯粹的 听到这个讲便宜 就买这个 听到这个讲便宜 就买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永远呢 都是 就是觉得我们的根 永远都扎不稳 不老啊 好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有几个东西呢 要跟大家讲了 很多人讲呢 现在呢 就是 可能这个疫情的问题啊 我要出去找人 好像很难啊 我出去找人的时候呢 可能呢 就是会中Virus 怎么办 其实你就看了 我们的老大 我们的老板们啊 就是尤其我们的老大啊 那他出去呢 其实他 就很放心的 因为他对我们的产品 是绝对有信心的 甚至呢 他都讲 我不戴口罩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就知道了 呃 我们有很大的后盾 就是以为的产品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啊 好 那再来呢 那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了 很多人就讲了 呃 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接触人呢 如果我不出门啊 呃 或者是我的朋友不多 怎么办呢 怎么样经营这个事业呢 啊 所以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今天的重点了 那我们来看 呃 大家会不会觉得呢 现在呢 这个整个市场的生意模式 全不都在转啊 我们不只是线下很重要 其实我们线上啊 的这些呃 宣传或者是线上的推广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 可是线上的推广 到底是谁可以教我们呢 所以公司其实是有一些课程的 如果大家小组小组想要办这些 这些这些课程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去申请的 好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去推广呢 那我们就来看几个点啊 相信 我们来聊聊呢 就是人脉就是钱脉 这句话呢 已经在传了 我出来社会呢 就喘到现在 尤其是呢 呃 很多人叫我 一开始的时候 叫我去进什么保险的时候 他们就讲了 人脉就是钱脉 人脉就是钱脉 那那些 那我们就 我就讲我自己的故事啊 那那些卖保险的人呢 一开始呢 他们就是很相信 然后呢 他们是呃 每家每户 以前是没有internet的嘛 每家每户去敲门 然后去推广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保险基本上已经饱额了 整个市场呢 每个人都知道了 出来社会可能呢 都是要买一两份保险 那请问 如果你是保险的代理人呢 你会怎样去推销这个保险呢 每个人身边的可能都是agent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是不是更加挑战呢 那印加国油不是每个人都吃 所以我们的市场是不是更大呢 可是呢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朋友呢 以前呢 稳扎稳打 就是每一天有一个目标 去见几个人 然后呢 去谈几个case 稳扎稳打 打下来呢 现在的这个生活已经无忧了 所以大家知道吗 任何的事情呢 不是我们讲 呃 要有就有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要累积的 你的钱需要累积 你的人脉需要累积 你的事业也需要累积 所以呢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其实就在累积东西 请问大家 我们现在每一天 是在浪费时间去过日子呢 还是我们每一天都有成就 都有累积一些东西 有一些成果 那我们如果有累积的话呢 我们知道明天 我们知道未来 果实一定会成长 所以我们的心理呢 就会踏实 所以累积这个 这个概念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算我现在朋友不多 可是我可以不可以 从今天开始去认识朋友 我可以不可以 从今天开始 以一个每一届 以硬价果油这个产品 来去开始认识朋友 不要卖啊 如果你卖的话 就没有朋友做啊 可是呢 我们去认识朋友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接触 好 那我们来看呢 要怎么样去接触人呢 其实这个最传统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列名单啊 那我这边呢 就会讲啊 吃过的鱼 吃过的鱼就是呢 你以前到现在认识 接触 然后呢 有关系的人啊 所以呢 这些人呢 你想得到的人呢 就是都是你的人脉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你自己没有人脉 可以不可以 好好的坐下来呢 就是拿一张纸 跟一个笔呢 就是列下来 我们以前参加培训呢 就是要大家就是 列名单 怎么样也好呢 你一定会列出 就是最少最少 二三十个人 二三十个人呢 其实是不多的啊 就是我们以前的要求 是一百个人 所以如果你可以列到 二三十个人 其实都没关系 这二三十个人呢 好好的经营 好好的沟通呢 是有机会的 就是发扬光大的 你不知道哪一天呢 你找到一匹黑马出来 你不知道哪一天 这个人呢 是需要这个产品 这个人是需要 这个机会的 等着你开口而已啊 如果你今天不开口的话呢 别人先开口 就是别人的鱼了啊 所以你既然这条鱼 你已经吃过了 请你回味一下 我们怎么样再去 把这个关系拉回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的人脉了 好 当然很多人讲 哎呦 我如果说打电话的话 没有感情啊 我需要见面啊 有没有 现在呢 又不能见面啊 又virus满天飞啊 所以怎么办呢 我刚才讲了哈 所以virus满天飞的话呢 我们有ISEP 我们有印加国 我们有印加国 其实都是有足够的 所以如果紧急问事态的话呢 我们公司还有氧系统 可以提供给大家 所以呢 所有的backup 所有的后路 其实都公司 都帮大家想好了 重点就是 公司认识不了 你这吃过的鱼 你的身边的人是谁 所以需要借助你们的嘴巴 或者是你们的行动呢 是接触这些人 好好的把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讯息呢 传达给他们 然后呢 从而呢 让我们以前没有联络的 这些旧朋友 以前的朋友呢 全部联络回来 所以只是叫我们交朋友 不然有多难呢 所以这一步呢 其实是最简单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了 我如果每一天 打电话给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久久没有听我的电话 那突然间拿到电话呢 我就跟他讲硬加果油呢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太习葵啊 那其实这个就在于 你怎么样沟通了 所以沟通的技巧呢 当然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 一定要学习的 所以呢 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培训的 可是如果你不打出第一步呢 你遇不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跟你讲 再多的方法都没有用 因为呢 这个都不管你的事 所以呢 凡事还是要先去创 先去经历 那我们才想办法解决 这个才是成功之道了 好 那再来呢 如果说大海里面的鱼呢 如果我没有吃过 那我不认识 怎么办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 怎么样捕鱼了 那捕鱼的过程中呢 当然就是我们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online了 可是呢 我们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认为呢 这个MCO过后 是不是很多这个线上的 这个我们开始接触 online的这些平台 有没有 Facebook啊 Website啊 这些什么Shopee啊 什么交友软件等等的 这些全部平台 是不是我们在MCO期间 大家不管你是老少 就是你年轻也是也好 你几十岁也好 你年长也好 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哎呦 你们年轻人去学这些东西 比较容易啦 哎 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这些全部都是新的东西来的 我们大家的起步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容易还是不容易 就在于你想不想学习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线上看到很多免费课程 大家会不会动动你的手指 去学习一下 因为 因为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通过 这种免费课程去上 学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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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了过后呢 才会有经验的 所以呢 每个人起步都是一样的 最怕的就是你一直有借口 你一直不动 你一直呢 觉得是年轻人的事情 你一直觉得呢 这个是我 我已经过时了 那如果你过时了过后呢 你还 那个钱会不会过时 如果你觉得钱不过时 你其实永远都不过时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 这个收入来源的话呢 其实就是没有过时这一回事的 一路上就是怎么样学习 怎么样成长 怎么样去运用而已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呢 就是每一个平台都是跟大家交流了 因为有很多专家呢 就是在我们的鱼威的家人里面 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取金而已 而且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去取金的话呢 你同样是鱼威的家人 我们大家一起去取金的话 其实这个人呢 他教你呢 他应该不会跟你收什么钱的啦 就算收钱也不会收很贵的 那如果说你是上网上课呢 哎呦 上网免费课过后 就要上很贵的课 那可能你就会学不完整 所以呢 我们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人 可以跟我们sharing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团队 在经营这个事业的话呢 大家派一个人去学这个东西 派一个人去学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容易就掌握啦 你的团队很快呢 就可以起步了 好 然后我们的平台有什么呢 网站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啦 当然这个网站的东西 是需要花钱去设计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 想要做网站就有网站的 可是呢 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 一面的叫做landing page的东西呢 这个一面的介绍的这个 一个website的网址 然后呢 就里面放产品的介绍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landing page呢 就去宣传 就去介绍啦 所以这些东西呢 也可以免费 用设计自己的网站 其实online 其实都有的 所以这些全部是在于 等着我们去发掘 那在于呢 我们的商网 什么商网平台啊 社交媒体 就是facebook这些啊 然后呢 你懂不懂得开 这个什么shopee啊 lazada这些啊 当然公司是 这个是一个方法啦 可是公司是不鼓励 shopee lazada啦 大家知道了 可是呢 就是我们社交媒体 我们的facebook啊 我们的whatsapp啊 我们的wechat啊 到底这些呢 怎么样去利用啊 有的人讲啊 甚至我们现在呢 whatsapp啊 可以有一个东西 叫做business的 whatsapp business啊 里面呢 你就可以设计 你自己的店啊 你在你的这个 profile里面呢 你在设计你的店的名字 放什么店的产品 放印加果油在里面呢 就是跟你接触的人呢 他游览你的这个店的时候呢 就知道你卖什么东西 那你也不用讲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 这个很多时候呢 不知不觉就会成交了 那至于很多我们以前呢 我们有一些大的组织呢 他们在这个facebook上面呢 就是一直宣传 这个不是宣传 一直分享这些见证啊 那也是得到不错的反应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试吧了 所以认真的 如果你其实 我们就讲 很多人呢 特空呢 就是吃饭 看戏 睡觉 有没有 这几个东西呢 可是呢 你如果认真的 就去做一个facebook post 或者是去 blast message 等等这些的话呢 你会觉得呢 其实你做一个post啊 都会花你不少的时间 如果你每一天都post 不一样的东西呢 基本上 你也是每一天 慢慢的在进步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只是sharing而已 那当然呢 我们有没有 排除掉这些网上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线下 有没有跟我们的上线 跟我们的领导 要求做某一些活动 或者是跟我们的公司呢 就是要求做一些聚会 或者是活动 那现在呢 公司已经开始support 做饭局了 所以这一些呢 全部都是等我们开口 那我们就想看了 其他公司呢 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做活动 然后呢 去宣传这个产品 因为这个直销的这个生意模式啊 他把marketing的钱呢 全部都放在奖金那边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的公司 以为公司是比较特别的 他把marketing的奖金呢 放在这个marketing的这个费用 放在奖金上面 给大家了 过后呢 又在花钱做marketing啊 帮助大家做饭局 帮助大家宣传 所以这一点呢 是公司的用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啦 那如果说我在 其他公司的这些 这些什么经历呢 我们就知道啦 每个领导是自生自灭的啊 你能成功就在于 你怎么样去行动 所以我们应该要感恩 因为做这个宣传marketing的 这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来的 OK 做到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不可以跟 其他的团队联盟 我们可以不可以主办大活动 慈善活动等等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一些 怎么样去认识人的一些手段 不是手段啊 这些起步的这个技巧 所以大家呢 不要以为每个人呢 都是身边很多朋友啊 就是 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人 可是不一定每个是朋友 可是呢 真正聊得来的 不一定会跟你聊产品 那这些大海里面的鱼啊 要怎么样上沟啊 就是举个例子 上沟 讲的不好听啊 要怎么样去补这些鱼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出船 去海找对地方 然后呢 撒网 这样讲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的船 永远都是停在码头的话呢 请问大家 这个鱼会不会游来找你呢 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你要钓鱼 你是讲 哎呦 我慢慢来啦 我钓用那个什么钓杆 慢慢钓一天一条 可以吗 可以啊 每一天还是在钓鱼啊 我们不一定要做大 就是做什么渔船呢 去撒网 去补一大堆的鱼啊 也没有的啊 渔船出海 也是一年出几次罢了的 所以呢 大家要想看啊 我们不要想到太美好 我们只要每一天 都有经营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美好的事情 就会找你啦 OK 所以重点就是 我们每一天 有没有想着 怎么样前进 然后呢 而踏出那一步 那个行动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的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怎么样认识人啊 怎么样去接触人啊 有没有 那我们以前 在学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在 刚大陆社会的时候 大陆社会 我们在上这个 企业的培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活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啦 一个游戏是这样子的 他给一组人 比如说我这一组十个人 然后呢 只有 就是五块钱 这五块钱呢 就要 让我们想办法 怎么样去吃午餐 这十个人的午餐 有的人呢 用这五块钱呢 去买面包 然后呢 一人吃一口 就是分完了 有的人呢 就是去 爱家 爱户呢 厚着脸皮呢 去跟他们讨 食物吃 有的人一分钱都不花 五块钱还在pocket 有的人呢 就买一些矿钱水 等等的东西呢 去换钱 卖东西 然后呢 赚更多的钱 回来去吃更好料的东西 所以看到吗 同样都是五块钱出发 可是呢 怎么样让你 就是可以 变化 变通呢 其实就在于 过程中呢 我们有没有讨论 我们有没有去想 我们有没有去行动 我们有没有去 去接触人 所以呢 人脉 是接触人来的 不是坐在家 等人来的 我知道很多人呢 就是很含蓄的 我今天 send你这个message 你一定要reply我 然后一定要成交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怎么样 接触一百个人 可能呢 就会有一个人 跟你成交 我接触一千个人 可能就有一百个人 跟你成交 那这样子呢 一步一脚印 累积下去呢 才是真正 就是踏实的 不重 好 那建立了关系过后呢 建立了人脉过后呢 也不一定要成交 所以我们呢 有几个重点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找到的人呢 并不代表 能达到良好的沟通 所以呢 天时地利人和呢 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不能 不能说像算命这样子 就是算今天 我的什么天气 多好多好 我会成交多少个 不可能啊 不是足隔量啊 对不对 那我们能做什么的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人 的时候呢 我们是 怎么样啊 我们是好好的 跟他达成有效沟通呢 还是你跟他讲 你要什么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很多人讲 我就是卖硬加果油啦 你要买就买 不要买就走了 就是 就是从那个出发点 是站在你的立场的 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要建立关系的话呢 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我们呢 要站在对方立场的话呢 我们的语气啊 我们的这个引导的方式呢 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沟通 这方面的这个语气啊 或者是引导方式呢 其实是 大家在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接触到 然后呢 你会观察 你的上线 为什么会成功 可能就是这一点成功了 所以 怎么样去讲话 讲话的内容 那个是其次 因为那个是招式 所以我们公司强调的是心法 你用心对待人 当然你的讲话的语气 当然是柔和的 那当然你是很中肯的 你给人的是安全感的 你给人的是有信心的 那这一点呢 就很容易达到成交 如果刚好呢 你制造到它的需求点 那它就会跟你成交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去制造需求点 也是一个要学的这个学问 好 那至于 这个我们平时呢 跟接触人呢 不一定第一次呢 就把你要的东西 就是表达给对方 我们呢 如果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聆听者的话呢 相信你的朋友就会多 你的朋友一多的话呢 时间到 天时地利人和到的时候呢 那刚刚好 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的 需求点来了 那这个呢 成交率就会很高了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就 良好的沟通 不等于建立关系 OK 所以这个 什么叫做关系呢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呢 有没有互相满足 所以 如果说 你只是提出要求 那对方呢 没有提出要求 对方呢 只是一直 觉得 哎呦 你一直要我这样 这样 这样 他会有压力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是互相 所以没有互相满足 满足就没有互相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听 你只懂得讲 你听不到对方的需求 也达不到互相这两个字 所以互相相互呢 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要跟 要建立关系的话呢 我们跟这个 顾客 或者是跟朋友的关系呢 大家认为 我们应该要平等呢 还是我们应该要 就是低他一等 就是 给他讲我们听 乖乖的听这样子 还是我们应该要跟他 平等对待 还是应该 我们的气场 要强过他 要压过对方 其实呢 这个我们 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能 做到对等的话 就尽量做对等 做不到对等的话呢 我们能的话 就是低过对方 一点点 不要紧 至少对方满足了 对方把他的想法 讲出来了 我们知道他的需求点了 那我们至少 就有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去 就是提出 或者是做出引导了 好 所以第三步呢 就是整 如果是对等的话呢 我们互相都可以 加长温暖 就是每天都可以 互相参巴来 参巴去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 什么东西 讲都很容易了 所以我们看很多人 讲 最好的CS是谁呢 最好的CS呢 其实就是 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亲 如果要帮我们的话呢 随便他跟他朋友讲 我的孩子 卖这个东西 要不要support一下 所以他身边的这个朋友呢 全部都会support的 相信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都三八惯了 所以呢 平时呢 平时我没有 我没有压你 你没有压我 如果我买 我看到好的东西 我给 我介绍给你 你看到好的东西 介绍给我 这个关系呢 就变成是互相的良好沟通 所以这样子的关系的话 什么东西都容易推得出来 所以推得出 第一步的话 如果他吃的适合 他就长期 长期吃下去了 如果要吃的不适合的话呢 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还有的 所以就继续维持这段消息 这样关系的话呢 以后有新的产品 还可以再重新 再去介绍多一次 所以我们怎样 达到这一种 关系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啦 当然现在我们只能 大概讲一个概念呢 如果我们改次有培训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认真 真正的做出来 大家就可以practice 所以这个大家要有心理 一个概念就是 不要讲 我拿到产品了 过后我就急着要卖出去 我没有卖 我就没有钱赚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拿到产品了 过后呢 我怎样用很好的 引导式的方式 然后呢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跟对的人呢 去分享这个 他要的东西的话呢 那这个关系 这个成交率呢 才会建立起来了 好 那建立了 我卖到产品过后呢 不代表我有团队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经营UV 其实是在经营团队 我们在建立家庭 有没有 那这个团队呢 不是 不是说要打造就打造的 团队呢 需要看你这个领导的数字 去到哪里 有没有凝聚的 这个 分量啊 有没有凝聚人的这种 这种磁场在呢 那这个团队才会打起来的 那到底团队要怎么样打造呢 其实 我们看呢 真正 我们讲领导有几种 一种呢 标杆领导 就是你很出名 很出名 你一来呢 就不能愿意跟随你的 有没有 这种领导的话呢 他不用讲话的 因为他是够有名气的 所以呢 大家愿意跟他一起去建立团队 那有一些 有一个领导呢 就是有一种领导呢 就是他很努力 很努力 很付出 很付出 大家看到他这么付出呢 自然而然愿意配合他 愿意跟他一起去打造 有没有 所以这两种情况呢 是不是大家觉得 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去经营 100%的去投入 以为这个事业的话呢 你的团队是不怕的 他一定会看到你 一定会出来的 那等到你团队大的时候 你很出名的时候呢 其他的新人进来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 哎呦 这个人很有这个魅力啊 这个人呢 就我愿意跟随他 有没有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这个领导的数字 需要经过 经年累业的 怎么去打造出来的 好 那我们从这个顾客当中呢 当然我们的团队 一定是从我们的这个下线 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 介绍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朋友开始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就是 吃产品 就是你的 你的顾客 你的下线 可是你的下线呢 不一定会经营这个事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让他有经营这个 一起经营这个事业呢 除非他看到你 在这边呢 是很有未来 而且他需要这个机会 或者是呢 他愿意 已经在找着这个机会 可是呢 他找不到 NUMKEY的人 他找不到 有共同目标 需求点的人 所以我们 把表达 我们的这个团队 表达我们的 这个方向 给对方知道的时候呢 对方愿意 不愿意 一起配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从有关系呢 到有共同需求 与目标 这一点呢 就是要建立团队的时候 必经的道路了 那从有共同目标呢 到共同有意愿 组建团队呢 这一点呢 就要在于 我们给人的感觉 是不是舒服的 如果你是很厉害 很厉害 你讲话很厉害 你死的都会讲到活的 可是人家靠近你 觉得感觉不舒服的话呢 觉得你这个人在车大炮 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信心 其实没有人会愿意 跟你组建团队的 所以本身自己的数字 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时常呢 就是中国有句话讲 先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有没有 修身才是第一步 然后呢 你的家才会建起来 然后呢 你才能治国 你才能平天下 所以自己的数字 来决定 你的团队有多大 所以就算我们的数字 还没有修养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想要打造一个 人人都是 打造一个人人都崇拜的模范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一路走下去 我们一直在修我们自己的数字的话呢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这个团员看到的话呢 其实就 就会对我们的这个领导呢 是很有信心的 OK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修身 永远是每个人 一世人每天要做的功课 所以我们刚才讲累积有没有 累积 每一天我们做什么东西 去累积我们的marketing啊 累积我们的这个人脉啊 累积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钱啊 怎么样啊 那可是呢 每一分每一秒呢 我们在累积我们的修养 所以这一点呢 从来是不变的 所以修养修身呢 这一方面呢 是没有人可以 所以懒惰哦 就是或者是skip掉的 因为每个人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别人都在看 好建立团队等于建立家庭 所以呢 如果你是已经成家的 你当然知道 家需要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家 你成了家 可是你觉得你的家 是天天吵吵闹闹的 那不代表说 你经营这个以为的时候呢 这个吵吵闹闹的环境啊 别人喜欢 所以呢 我们呢 在努力经营我们的家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家 做到最好 做到我们每个 我们的邻居都会羡慕 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氛围 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 所以我们在与为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朝这个目标 当然如果说 我们是没有经验的 可是呢 我们有跟有经验的人 一起打造 我们呢 每一天都在学习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建造团 建造成立家庭呢 就是为了孩子 为了整个家庭的氛围 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应该怎样去 共同去向前走 以前呢 我们讲中国的大家族啊 每个人呢 就是都 不管你是什么 公公的兄弟姐妹 爸爸的兄弟姐妹 大家都住在一起 很和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人很辛苦 所以呢 他们难得呢 有这个产业呢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而奋斗 所以他们在做外面 去做什么事业呢 他们很捍卫他们的家族 所以这个是以前的中国历史 我们都可以学到的 现在呢 我们看很多人的小孩子的 太幸福了 他们都会讲 哎呦 别人的家比较大间 哎呦 别人的家比较舒服 不会讲自己的家舒服的 有没有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是不是应该检讨 是检讨我们的环境太舒服 还是检讨我们的孩子 对这个家的相信力不足 同样的团队也是一样 每个人呢 加入你这个团队呢 一定有一些人 他觉得哎呦 为什么别人团队这样有 哦嘛 别人团队这样有 其实我们的团队没有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呢 没有人会看自己的 所以这一点呢 其实就是一个目光焦点 就是方向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不可以呢 让大家觉得 我们的团队 其实在成立家庭 在成立这个家庭 是辛辛苦苦打造起来的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摩擦 去磨合到 就是把纠纷啊 什么问题全部解决掉 我们共同的就是 从外面的资源 然后呢 来放进我们的家庭里面 让我们的家呢 变成 从小的家 变成更大的家族 那这个家族呢 传承下来的时候 所变大了过后呢 大家 每个家族 只有自己 有自己家族的 主要的文化 所以这个主要的文化 在哪里啊 所以也是团队需要打造的 有的人呢 一开始呢 写了很多字啊 我的团队里面 要有这个文化文化 可是呢 自己做不到 其实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所以每个家族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灵魂人物 一个带领的灵魂人物 所以这个灵魂人物呢 一定是很有修养 很有数字的人 所以这一个人呢 是不是你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 这个人出来 你的团队是不可能 会变好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 这个灵魂人物 不一定是要很厉害 可是他必须是 大家有向心力的 一个地方 所以呢 好 所以这个成立家庭呢 我们就知道了 为了孩子的话 孩子基本需求 我们一定要考虑 所以新进来的会员呢 可能跟我们一起打拼的呢 可能呢 还没有学习 怎么样去赚钱 那当然他就要从 很多活动当中 要花钱的话 那我们的家长 是不是懂得 给一些零用钱 怎么样去照顾 或者是给一些好的idea 怎么样去让他们赚到钱 这个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这个是跑不掉的 很多人讲 哎呦 我做领导的 我都没有赚钱 我就要去喝咖啡 我就要去请人喝咖啡 没有啊 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花钱 花在对的地方呢 那个才是重要的 那你花钱的时候 对方有没有感觉到 他是被呵护的小孩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 孩子需要呢 时间陪伴沟通跟磨合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时常有关心 我们的下线 有一直跟他沟通 还是说 一有事情的时候 就要做活动的时候 才出来 做好活动 拍拍屁股就走 这种关系呢 是维持不久的啦 好 我们需要这个 给予教育 给予方向 我们需要灌输 家庭价值跟文化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爱 然后呢 我们要用心来交流 来感动 所以这些相信 大家都知道 字面上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做不到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嘛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自己本身那一关 过不了 所以呢 公司呢 很好 公司在明年过后呢 就要开始呢 就让大家自己认识自己 从自己的心灵里面呢 就是原本你不敢面对的 让你自己去面对 然后呢 从心灵里面 打造你有一个数字 你是一个 就是 愿意承担的 这个一个领导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家庭呢 才会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呢 这个方向呢 就是公司 做得很 很好的一个步骤了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这三个 这个三个方法 就是 三个步骤呢 基本上平时 我们是 可以把它分成 三个培训 工作坊来做的 可是呢 大概我们就这样子 讲过了 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过后 可以再提取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了 好 那人要有六动 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的 关系呢 其实就是靠走动 所以呢 免不了你一定要去 制造关系 就是要去走动 团队呢 是要靠活动 所以活动呢 是所谓建造的 不是公司 做活动啊 是公司做活动的时候 你这个领导人呢 有没有去积极的 叫下面的人来参与活动 或者是 你有没有主动的去 build什么活动呢 让人来参与 所以才会有关系 那客户呢 是靠感动 是我们刚才讲的啊 那资金呢 是靠流动 所以呢 不流动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死水 死水呢 就会死气沉沉 好 所以很多 我看也看过一些团队呢 就是大家都是 我们来 我们都是 我们都在参与这个预为呢 参与什么社团呢 我们都是不出钱的 有些要出钱呢 我们就 我们都是省钱的 到最后呢 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呢 就 资金没有流动 所以什么活动 什么东西都做不到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呢 少少的钱 是可以带动很大的东西回来的 只要我们做对 只要我们有方向 只要我们团队有配合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推动力来的 生命是要靠运动 所以还是一样 你出去认识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走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运动了 也是帮助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 健康有一点帮助了 好 成功呢 就是要靠行动了 每个人也知道了 so行动 就在于每一天 每一秒 我们累积了什么东西 好了 那至于这个目标呢 我们来看 我们讲第一 该讲 这样多个要点 我们才讲到第一个了 是了 好 那这个 第一个要点 我们要有目标呢 公司帮我们设立的目标 如果你的目标呢 是在雨薇的这个事业里面 要赚一些钱的话呢 那这个 Super Incentive呢 Special Incentive呢 就是我们大家 每个人的第一个目标 那每个人呢 加入以为呢 就是成为Member的时候呢 都有三个月的时间 去完成这个目标 这三个月的时间呢 是怎么样算呢 就是从你加入那天算起 所以如果有人讲 哎呦 我进加入以后 我只是要吃产品办了 我不要做的了 那你就跟他讲了 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给你知道 这个东西 你加入以为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三个全面三个月的这个机会罢了 过了过后呢 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必须有责任要告诉你 如果你不听 也要给我讲完过后 你要不要听 要不要听进去 要不要行动 是你的事情 好 所以条件是什么呢 三个月之内完成以下条件呢 公司会给一次性的奖金 2500块 那这个呢 就是符合直销商的资格 什么是直销商 等一下我们会讲了 然后呢 保健12个新会员 就是三个月里面介绍12个人 一个月呢 介绍多少个人 四个人 一个星期介绍多个人 介绍一个人 所以有什么难度呢 一个星期去认识一个新朋友 去介绍他四产品 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然后呢 协助12个人里面 有六个人呢 是完成直销商资格 就是他有介绍两个人 然后呢 你的个人组织业绩呢 8000分以上 然后呢 小编的总业绩3000分 所以这个也不要紧 这个等下我们后面讲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只要完成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呢 可以说 如果说是3000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是100套产品 所以如果这个三个月里面呢 就是 卖出 5个Super Platinum 5个Platinum 基本上就是可以收工了 就是你已经完成了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一次性的奖金 2500 OK 那不要紧 所以这样子讲很模糊 我们再看里面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实用产品 实用产品就是要吃产品的 吃什么产品 是以为的所有的产品 当然就是 一试过叫你买这样多 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呢我们需要就 一步一步来嘛 很多人会吓到嘛 对不对 可是有的人呢 他觉得 这个事业很好哦 我每一个产品 我都买来试看 然后呢 我觉得有信心 哪一个产品 我觉得最有信心 我就以那个产品 而为出发点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 就把这些产品的重点呢 就写下来给大家知道啦 当然这个是比较 最update的这些新的 我们就没有放在里面啦 那我们知道硬价果油是什么呢 硬价果油就是 好油排坏油 那Omega 3很高 Omega 3跟6的比例呢 1比1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什么东西好 对这个三高的问题啊 血肮脏啊 管是脂肪吃太多啊 然后呢肚皮很大啊 然后身体里面很多油啊 肮脏油啊 脸皮很厚的人啊 都很适合啦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有Rish Rish呢 对于这个神经精神 荷尔蒙这方面啊 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呢 荷尔蒙失调啊 更年期啊 然后呢 这个叫睡眠问题啊 全部都可以再加Rish 然后它的抗氧化很高 所以糖尿病的胰岛素问题 其实也是荷尔蒙问题 所以这个 糖尿病的问题呢 你配上Rish的话呢 效果比 单单吃硬加果油 好 来得适配啊 好 那再来呢 Balance是什么呢 Balance跟硬加果油 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 Balance就比较Balance 硬加果油呢 它就比较不Balance 不是这样讲的啊 硬加果油 Omega 3跟6比较多 那它在身体里面呢 很快就会发挥作用 可是呢 它停在身体的时间不久 Balance呢 Omega 7跟9 会稍微比较多 那当然它也是 Omega 3跟6 所以它比较完整 所以对于呢 就是你 你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想要保健的人来讲的话呢 反而建议你吃Balance 都过吃硬加果油 那如果一开始 是因为身体有问题 想要吃 产品 然后调理身体的话呢 你就吃硬加果油 它给的反应就比较快 好 那再来呢 我们有喜乐宝 喜乐宝这个呢 是一个 很这个 全面的营养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吃的 就是你觉得你营养不足的话呢 你就可以吃喜乐宝 它是什么营养都在里面 它有轻调补的功能 然后呢 吃久了过后呢 你的肤色皮肤呢 会变白 OK 然后呢 这个我们有 印加果 这个现在呢 卖到断货的 是因为呢 它在提高免疫力这方面呢 可以说是专家 很全面的 每个人呢 每个产品 印加果油也可以讲 是提高免疫力 可是呢 它是从某一个方面 去提高罢了 可是我们的印加果呢 是从四个大方向呢 是提高免疫力 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提高免疫力的话 当然我们免疫力呢 就会可以更加健全 所以在提高免疫力这方面呢 就是印加果 就是一定是首选了 那改善敏感 改善脾胃 好 再来呢 AQUAX呢 是帮助排水 排盐 帮助消化 然后呢 ISAP是自然的方式消毒 它是外用的 喷的 修复伤口 消炎 然后呢 我们还有Instamoist 我们还有这个Phyto Bar 这些都是这个 护肤系列的 就是Lotion 跟着肥皂 然后呢 我们还有动灵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 从科学的角度 让我们的这个寿命延长 永保青春 所以你的呢 对女版动灵呢 对这个皮肤方面的保护呢 会有更加强的效果 那男版动灵呢 对这个精力这方面呢 有更好的效果 就是自己能量这方面 有更好的效果 那最近呢 我们公司有出 上个月出的这个 那个能量 补水面膜呢 对于这个 皮肤啊 就是 你吃女版动灵 再吃 再放那个面膜下去呢 你就会觉得 你整个皮肤改善 很厉害了啊 还有我们这个月 推出的这个 副离子瀑布之辈呢 就是对于很多这个 时常在忙碌生活啊 然后作息不正常啊 然后呢 时常睡眠不定啊 然后只常看电话 电脑的人呢 那我们就很需要 这些副离子的这个辅助了 因为你如果说身体呢 正离子太多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器官吸收 营养都会受影响的 所以在于我们的这个 副离子瀑布之辈的专题 这个 感客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得更加详细了 可是 OK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第二点了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懂得 展示计划 这一点呢 很多人踏不出这一步的 就是很多人讲 哎呦 我十次吃产品 罢了 我不会讲这个东西的 我学了十次都不会的 有没有 那你学十次不会 你可以学一百次 其实为什么你学十次不会呢 因为你没有用心学 同样的 我们的孩子呢 读书的时候呢 他讲 哎呦 听些啊 为什么你的成绩这么差 哎呦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啊 那你妈妈会骂孩子 你要用心一点啊 你要用功一点 你要努力一点点 把他锁在房间里面 给他用心去读书 有没有 这个是父母亲呢 都会做的 我小时候都会经历的 可是呢 你到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讲 哎呦 我读不尽的啦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啦 哎呦 我没有啦 你就一大堆借口 所以呢 你怎样去教孩子呢 所以我们刚才讲呢 修身有没有 以身作则有没有 那如果你不用心 你知道方法 你知道孩子只要用心 一定会读书 成绩一定会好的 可是呢 你自己也没有用心 所以这点就讲不过去嘛 所以只要你用心听课 只要你用心学习 一步一步呢 用心呢 去去经历他的话呢 其实很快你就会上手啦 关着眼睛你都会讲啦 好 现在很多领导都已经是专家 拿一张纸给他 然后呢 随便画画画一下 都会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就在于 有没有用心 所以不是讲 我学时事都不会啊 这个是借口来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孩子读书不会的话 他也是有借口 同样的啊 所以大家要谨记 谨记啊 所以 因果因果 OK 好 那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这个marketing plan呢 是有被这个 马来西亚直销公会 跟新加坡直销公会呢 管控的 所以呢 我们是 不会随便乱改的 那因为呢 都是有被第三方来监控 所以呢 对于会员来讲呢 是有一个信心的承诺啦 好那以为的制度呢 特别的要点是什么呢 全球统一计算 就是你去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用同样的系统 然后呢 就是你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分数呢 算法呢 跟在新加坡的算法 全部都一样的啊 只是汇率不一样而已 然后呢 没有压力 然后呢 呃 我们要有奖金 我们只要维持消费 冷电一套就够了 完全是很低的门槛 高回酬 那你可以用300块钱去买 260呢 去买一套产品 可是呢 你可以赚2,600 你可以赚2万6 你可以赚260千 所以呢 这个是完全没有禁止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低压力 高回酬 无限层奖励计划 然后呢 忠实顾客回馈计划 忠实 维持 忠实消费者 所以你自己买产品呢 还会有repeat 这个还会有 这个奖金 所以这个这一点 是其他公司没有的 那单线 大象脚都可以赚钱 好 所以什么是大象脚呢 这个等下我们来看了哈 当然我们就不要大象脚 大象也有四条条 最好 我们也不要 不要一直讲了 好 那我们来知道 汇率的兑换了 新加坡呢 是一 我们用 里面的算法 全部都是用 IWD来算 IWD就是 Injave Dollar Injave Dollar呢 1对1.66新币 马币呢 就是5块钱换1IWD 台湾台币呢 就是45换1IWD 所以我们现在讲马币就好了 所以5块钱换1 所以我们讲进场 出场 就是你买产品换IWD 全部用5块钱算 可是呢 奖金出给你的时候呢 IWD换成马币给你的时候 也是换5块钱 所以完全呢 中间是没有这个利息 或者是所谓的水钱在中间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 好 那在开始的这个计划之前呢 我们要知道有几个分数呢 是名称不一样 那它的 这个作用也不一样 我们的分数算法呢 就叫做point value point value呢 是用来sponsor 用来对碰 用来这个对等 这三方面 那maintain point value呢 是用来维持消费 用来做见点奖金 就是unilevel的 基本上呢 前面12345 这个5个奖金呢 是每一个 这个加入以为的新朋友呢 一定要先了解的 这5个最基本的奖金 那接下来呢 你达到特定的条件呢 你才会有升级奖金 领导奖金 跟特殊奖金 旅游奖金 所以travelpoint就是旅游奖金 所以这张表呢 也是写得很清楚 好呢 我们的图里面呢 我们的系统里面有两个图 第一个图呢 叫做保健组织图 这个保健组织图呢 就是你介绍的人 就是你生的孩子 就是第一代咯 你的孩子 这个生孩子 就是你的孙子 就是第二代 完全是跟你 以你为出发点的 OK 这个就是保健组织图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大象脚嘛 这个呢 就是安置组织图 这个是放placement 安置组织图呢 就是每个人呢 你的上线也好 你的下线也好 都在sharing这个图 所以呢 他就有一些奖金 所以从这个图里面分出来 就是我们的对碰奖金 跟见点 奖金了 所以重点哦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了 你要懂得分呢 保健组织图 跟安置组织图啊 OK 好 那会员呢 是有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是得不到奖金的 因为你没有成为直销商 要成为直销商呢 必须要sponsor两个下线 就在我们的placement呢 把这个安置组织图里面呢 就放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人 你就会automatic成为这个直销商 是不需要另外花钱的 直销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代理这个硬价果 这个硬价果油要代理他的话呢 你需要一定的条件嘛 那这个条件呢 不是叫你买很多货 要叫你sponsor两个人 这样子罢了 那你才有资格 去拿到这个奖金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出外面代理 某一些美容产品 去代理其他的产品 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拿一大堆 一定要有一些条件嘛 所以可能有的人 就要拿多多货啊 然后顿货啊 那以为没有叫你顿货 如果你只是自己一个人吃产品 当然公司是不可能给你奖金的 因为你不是代理嘛 所以呢 可是呢 如果你是会员 那你完全每个月 你都有买产品 买给自己吃 那如果突然间呢 你想要做代理的时候呢 你sponsor两个人过后呢 因为你维持消费 那个奖金是没有 waves掉的奖金 还收着的 只是你看不到 所以一次过呢 所有奖金就还给你 可是呢 如果你当个月 没有维持消费 什么奖金都没有啦 就断掉了 好 那我们的这个代理的配套啊 就是有四个啊 有铜级 银级 金级 白金级 所以什么叫代理啊 我们就再重复一下啊 我们做微商也好 我们是代理一个产品 是不是需要有买产品哦 呃 微商会跟你讲呢 你买十套有这样的价钱 买二十套卖这样的价钱 同样的 我们也是有四个配套 铜级 就是买一套产品 三十分 银级 买三套产品 九十分 金级是买十套 三百分 白金级是买 二十套 六百分 所以这个就一次过 买的配套 当然你的配套越大 你享受的福利就越大了 所以如果要经营 以为事业的人呢 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把自己变成白金阶级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代理的这个奖金呢 才会多 你才可以真正叫 你在经营以为 你只是进同级 你只要经营以为呢 那个就不要讲 因为讲出来会笑死的 好 那我们有九种收入 第一种叫做保健奖金 就是sponsor 就是我直接介绍你 然后呢 我直接就拿到provision 这个就好像supermarket呢 就是卖鞋啊 有没有 你跟他买鞋啊 过后他就切一张纸 然后去counter给钱 然后呢 他过后就有跟公司算commission了 那保健奖金是40% 40%呢 就是一套一盒产品 30pv 那我们的奖金 是用pv来算的 so 30pv OK 乘以40% 就等于多少 30pv乘以40%呢 就等于12iwd 所以我们的算法就是 pv乘以percentage 变成iwd 然后呢 再乘以5 就变成马币 所以呢 就变成是 你同级 介绍一个同级呢 你会得到40% 那40%呢 就是30乘以40% 就等于12了 12再乘以5 就等于RM60块了 所以呢 你就会 介绍一个同 你就会赚60块 可是你是同级呢 你的level 介绍你的下线 你的下线呢 讲 我不要 我要进三套的 我要进高一点的配套 那当然 因为你的阶级比他低一低 所以呢 你抽的commission就少 你只能抽30%的commission 所以你会赚到135 你是同级介绍晶级呢 你会赚到300 你只抽20%的commission 你是白金级 你是同级介绍白金级呢 你赚300块 300块很多人讲够了吗 可是你只有10%罢了 你抽10%罢了 剩下的公司拨出来40% 剩下的30%去哪里 回去给你的上线 所以你上线如果是白金阶级 他就拿完了 OK 所以这个是公司没有拿回就对了啦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情况 同样的 我是赢级的配套的话 我介绍同级 我会拿40% 我有60块 银级介绍银级 因为同阶级 我也是拿40% 我有180块 银级介绍金级 少一层嘛 有没有 我们就拿少10%咯 就拿450块 银级介绍白金 我就拿20% 我就拿600块 金级介绍 同样的 以此类推啦 就是我金级是比较高的 我介绍低过我 或者跟我同级 我全部拿40% 然后呢 我介绍高过我的人呢 就是我就拿少一个10%啦 所以我就会拿900块 所以重点呢 就给大家看啦 如果我是白金级 我就不管了 我介绍谁 我都是拿40% 所以你看啦 白金介绍白金拿1200块 回去 同级介绍白金拿300块 所以啊 同样都是介绍一个白金级啊 介绍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讲 我要拿搭配套 可是呢 奖金呢 你得到奖金差别是300块跟1200块 所以请问大家 你要选择你upgrade自己去白金呢 还是继续待在你自己是同级 还是赢级 所以很重要 要经营以为事业呢 想办法让自己变成白金级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啦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奖金 就是对碰奖金 对碰奖金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placement 我们的安置图里面呢 左右大向脚那个图里面 左边有一个人 右边有一个人 你就会有对碰 可是这个图呢 是你控制不了的 因为左边的人 可能你放 上线呢 可能也丢下来 下线呢 可能也放下来 你不知道的 因为这个分数一直累积上去的 可是呢 你在放右边的时候呢 就跟左边碰一次 再放右边一个人 就跟左边碰一次 所以这个分数呢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经营 好 所以呢 它是无限程碰了10% 你左边有一个30分 右边有一个30分 所以你碰起来呢 就是多少 10%吗 30乘以10% 就是3咯 3乘以5 就是15块了 OK 等一下 为什么我看不到 OK还有 好 那再来呢 如果我是迎接呢 我碰三套产品呢 90分呢 我就有45块了 我碰这个 10套呢 我就有150块 我碰这个20套 我就有300块 那你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这个代理配套呢 你的风顶是不一样的 同级呢 我一天只可以最多碰250块 白金级呢 我一天最多 maximum可以碰5000块 你组织做大的时候呢 你每一天上线 下线 弄弄丢分数下来的时候呢 你碰到你不知道 怎样算的时候呢 你要碰到maximum 250块 还是碰到5000块 所以你就自己选择了 所以再一次强调呢 新朋友 想办法把自己的阶级 弄到白金阶级 是最好的啦 好 那无限程碰呢 就是所有的分数是保留的 是没有wave掉的 所以你碰不完的分数呢 就是一直收着 收着 收着 所以只要你的组织 是活跃的 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担心 好 那白金每日封顶5000的 5000封顶的话呢 你就算看了 一个月30天 所以呢 一个月呢 最多单单在对碰奖金 这边就有150千可以拿了 然后一年呢 就是1.8 million了 所以大家想看一下 好 这个算了 我们就不要算钱 我们来看第三个对等奖金 这个对等奖金呢 我时常用 用另外一句话来讲的 就是家用 对等奖金呢 就是 你是同级 你生了一个孩子 你介绍了一个人 你的孩子呢 所赚到的钱 都会给你3% OK 他的就是银行 自动扣给你 你不用身手 跟他拿家用的 知道吗 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 要跟孩子拿家用 要看人家脸色 有没有 这个不用了 automatic公司帮你算的 从他的户口里面 扣3%给他了 好 如果你是银级呢 你就抽到 你的孩子 你可以拿5% 你的孙子 可以拿3% 白金 金级呢 你可以拿三代 就是拿到你的真孙去了 20% 10% 5% 白金级呢 30% 20% 10% 5% 5% 抽到5代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每日有封顶 同级250 然后白金就是500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 请问大家 父母亲 你的孩子给你家用 有没有给他的薪水的30% 没有吗 对不对 最多拿孩子的薪水30% OK啦 他赚1000块 你拿300块 好像很过分的 你都不好意思拿 有没有 以为 不会不好意思的 他帮你automatic 扣他的薪水 然后30%给你 而且 你的孙子 做工 孙子也要给妈妈 给这个奶奶 家用 有没有 给20% 所以哪里有这样好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在做 以为的时候呢 当你以后组织 可以做到传承 就是给孩子 给孙子的时候 基本上呢 你就是不用怕你的 这个家用的问题 automatic公司 帮你处理的 所以这一点是极好 OK 可是 你是同级呢 你只是拿3% 你就想看了 你要 你要 你要拿你孩子的 家用3% 还是30%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持图了 所以这个 这个保健奖金 是在于这个 保健主持图的 就是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的 跟你 你的上线丢下来的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完全是要靠自己的经营 自己去带领的 好 所以对等奖金呢 如果只是我介绍 我的孩子 我生一个孩子 我的孙子又在生一个孩子 继续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话呢 其实每一代呢 你可以拿到 如果每个人赚5000块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 1500 2500 3000 3500 一个月 对等奖金 你可以拿到15000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了 好 第四个呢 就是维持 奖金了 维持奖金是什么呢 就是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你个人维持 你自己买产品的时候呢 因为你 已经是代理了嘛 你买的时候呢 当然一定会有回扣了 回扣多少 回扣25% 所以呢 30PV 这边叫做 Maintain Point Value了 就是MPV的 30MPV 乘以25% 等于37块半 所以别人买260 你就买扣 减37块半 这个就是回来给你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福利 很多公司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的 那如果说你的下限维持消费 就是再来了 你的孩子的时候了 如果你是同级的话呢 你的孩子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是叫他 你买回产品自己吃的 他维持消费 你就会得到 他维持消费的 这个奖金的10% 如果你是赢级的话呢 你有三代10% 5% 3% 金级的话呢 15 5 3 2 然后呢 白金级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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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 建立 我们刚才讲建立家庭 有没有 你建立家庭起来 你生孩子 生孙子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需要每天出去外面 因为你已经老了 做奶奶了 你不需要出去外面 做marketing 你在家里面呢 就等着每个月拿家用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的工作就要叫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哎呀 大家好 我们每个月都一定要买 产品自己吃啊 为自己的健康好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吧 每个人买给他自己吃的话 这个维持奖金 就是稳拿了的 所以你可以拿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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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 5代 所以这个5代呢 是多么可观的 5代呢 是 没有limit的 这个5代呢 7代为止消费 每个人买一套的话呢 你可以 你就算看了 OK 你如果6个孩子 一直复制下去的话呢 就多少钱了 1.119 million 好 那如果是单线呢 就是你 你一个孩子 生一个孩子的话 每个人买一套的话呢 你只拿他的5% 10% 就是15 5 5 3 2 这样子拿下去的话呢 7代总共呢 你可以拿576 就是 你就叫他们吃产品 然后你就会有 你就会免费赚到 两套产品吃的 好 第五个奖金 就是见点奖金 所以我们刚才讲 这前面五个奖金 比较重要 大家一定要知道了 这个见点奖金呢 只有给 金级配套 跟白金配套 有罢了 好 so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大家的 passive income呢 就是 从这边来了 公司呢 所卖出的一套产品呢 如果你是金级配套 在你15层之内 每一套产品呢 都会拨出一脚钱 IWDR 就是五脚钱给你 OK 那 不是你买的 你的组织 你整条线所买的产品 公司都会拨给你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果你是白金的话呢 IWDR 30 就是快半钱 然后呢 30层 所以呢 这个30层来讲的话呢 它的数目是多么的 恐怖啊 OK 我们讲 一个人介绍两个人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暗制图啊 就是这个 三角形的这个图啊 所以这个图啊 页排下去 页满下去的时候呢 每个人只要 买产品 repeat吧 每个人呢 只要去买一套产品的话呢 就是 给自己吃也好 去做sponsor也好 是不是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钱啊 就 去到30层的时候呢 这个数目已经不知道怎样算了 而且呢 它是roll up的 就是这个人没有maintain的话 这一层不算 那就是往下推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呃 我们 尽早的加入以为 然后呢 尽早的看到这个机会 然后呢 总有一天 这个 见点奖金呢 就会成为你以后主要的收入了 因为以后呢 公司的事业一定会越做越大 啊 公司有100年要走 所以 今天才 走到今天才走了多少年 罢了 啊 所以呢 走下去的话呢 一定会越走越多国家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图 这个placement啊 就会越 越来越多层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是见点奖金 就会看到很可观的收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第六开始呢 就是升级奖金了 这个就是上ranking的时候了 啊 那我们有几个ranking呢 我们有这个珍珠董事 我们有蓝宝石董事 红宝石 翡翠 钻石 只要你一达到一次 公司就会给你一次性的奖金 一次罢了啊 你hit到target成为perdirector的话 你就会得到2.5 hit到target成为diamond的话呢 公司一次过给你25钱 一次过啊 所以突然间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奖励啦 也是额外的奖金 所以如果你上个diamond的话 基本上你已经 某钉钉拿了52千的奖金了 好 某钉钉52千哈 好 条件是什么呢 任何的这个董事呢 一定要符合直销商资格 这个是每个人 只要要拿奖金 一定要达到的这个要求啦 那成为白金配套 OK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嘛 是不是要想办法 让自己成为白金配套 所以呢 只有上了白金配套呢 才有资格去 赛这个董事 三个月都有维持消费 然后呢 这三个月里面 你的业绩呢 如果是珍珠董事的话呢 就是10千分 PV加MPV 不是你自己的哈 总业绩哈 就是在placement图那边的 总业绩 小编的总业绩 那大边呢 当然一定是多过10千啦 好 那这个蓝宝石就是20千 红宝石40千 翡翠80千 钻石200千等等 就是这样子来算了 所以 条件是很简单 可是要做起来呢 是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要累积的 你今天累积了10千 下个月能不能继续累积 变成20千 在下个月能不能继续累积 变成40千 你不要说一次过 做了10千过后呢 下个月又变零开始 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们要我们的组织呢 是健康稳定的 一直累积上来 那我们就要做团队 所以做团队 自己的这个 这个思想 这个数字呢 就很重要了 好 再来呢 上了这个 成为这个董事过后呢 这个上了ranking过后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有家庭基金了 家庭基金是什么 家庭基金呢 就是公司赚到的钱 有2%呢 就会播放在这个基金里面 这个基金呢 是给这些董事来学令的 director呢 如果我是珍珠董事 我会拿到30% 如果我是蓝宝石董事 我除了拿30%之外 我还有另外25%的这个可以分 如果我是红宝石的话呢 我30%25%还有20%可以分 那如果我是钻石的话呢 2%我就拿 拿分完咯 我就是拿全部都会拿完咯 OK 再来呢 就是这个旅游奖金 旅游奖金呢 每一年的target都不一样的 在我们系统上面呢 就会有写了 每一年要file多少分 多少分呢 都是这个定了的 所以它的日期呢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不管你是11月加入 还是一样 你只有到12月31号戒指 所以呢 今年file不到明年 我们就file了 可是分数算法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旅游奖金呢 不一定你组织大了 你就可以去旅游的 旅游奖金呢 是考虑考量的是什么呢 考量就是你sponsor的会员 买一套5分 0.5分 买赢 就是1.5分 买金 就是10套就是6分 20套就是12分 你sponsor人呢 你sponsor 保健的下限 它upgrade的话呢 upgrade 赢同到赢1分 赢到金4.5分 金到白金6分 你保健下限 sponsor下面每一个人 维持消费 0.5分 好 来重点了 7层以内的placement 下面的维持消费 每一套0.5分 所以呢 这个跟你有没有努力做 跟你的这个 维持消费 是有直接关系的 可是跟你的组织啊 给你你的团队做多大都好 7层过后就不算了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了 好 所以2021年呢 fire的是什么呢 就是葡萄牙了 所以大家 应该接近尾声了 我相信呢 接下来两个月呢 在这个旅游分这边的公司会给很好的惊喜 所以大家期待这个惊喜的出现了 OK 明年的这个旅游呢 是2022年呢 我们要fire的是什么呢 要fire的就是西尼的时候了 那当然如果说去不到这些国家 没有关系 公司呢 就会变成现金 还给你就对了 反正一定是有 有什么 一定会有得到 而不是你要出钱的 反正就是一定会收到东西就对了 好 所以第九个奖金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特殊奖金了 相当就是这个了 每个人一开始的三个月的这个 期限完成的super platinum 所以这个special incentive呢 我们重复会一次 我们一开始讲可能模糊 现在讲大家就清楚了 要成为执教商资格 就是我左边要一个右边一个咯 在我们的placement图咯 要sponsor12个人 很容易啦 一个星期一个人罢了 协助6个完成执教商 就是这6个人里面要他看到机会 他去找两个人成为执教商 然后呢你的大边的就是 个人总业绩8000分 然后呢小边的业绩要3000分 所以公司一次过给你2500分的同时呢 不管你是不是同级赢级经级啊 你只要hit到这个target呢 你都是变成白金配套 这样讲明白吗 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要发ranking可以吗 你又不想拿这么多钱出来 去升级到白金配套可以吗 其实可以 只要你努力完成这个super platinum的话呢 你就是白金配套的福利啦 这样子 这个这个呢 是对于很多 就是刚刚出来打工的人啊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奖励 所以为什么讲 一定要跟这个新朋友讲 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啦 因为它不容易 不难完成 它太容易完成了 很多人只要认真做的话 一下子就完成了 好那再来呢就是 公司决定 super platinum本来三个月的 现在你有四个月的时间 去完成这个super platinum 所以本来呢 你是有一个星期要找一个的 现在你不需要了 所以你就变成 你可能有一个星期可以休息了 所以这个任务呢 就更加简单了 好那公司除了刚才讲的奖励呢 还有一些呢就是 这个汽车的奖励了 就是所谓达标 北区统治的 就可以送这个Honda Civic emirate 这个是新加坡的 当然呢 马来西亚呢 所谓非华裔同胞呢 达到翡翠呢 就有BMW so 35岁以下呢 达到翡翠同市呢 就有这个Ford Mustang 然后呢 达到Diamond呢 就是所谓达标呢 有BMW X3 ok so这个呢 就这个是公司的汽车奖励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就是 你赚到的钱呢 就收在Wallet 收在钱包 这个钱包在系统里面呢 就好像我们的Dash & Go 这样子Wallet 可是这个Wallet呢 它是有分三个 你的钱呢 有80%呢 就收在Bonus Wallet 就是奖金钱包 有10%呢 收在E Wallet 有10% 收在BC Wallet ok 这三个Wallet 怎么不一样呢 Bonus Wallet呢 你可以setting 在系统里面setting呢 它automatic 这80%呢 会转去你的银行 当然是每个月的1号16号去转 一个月转一次 它auto的 或者是 你可以转去E Wallet 那E Wallet又来自什么呢 E Wallet呢 就是你要在系统里面买东西 观色人都需要用那E Wallet的钱 那如果你E Wallet不够钱呢 你跟你刷卡给公司 公司也是换这个E Wallet给你 所以你用这个E Wallet的钱 去注册会员 去维持消费 去升级费到 所以这个E Wallet的用途是比较多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 如果说你是转银行的话 会有手续费嘛 就是会有5块钱的手续费 转一次5块钱 有的人讲 我赚才赚10 赚5块钱 你转掉 一次就没有钱赚了 所以呢 他就转去E Wallet 转去E Wallet 换产品的时候呢 卖产品就收到先前了 所以这个就是B Wallet跟E Wallet的差别 那另外10%呢 就是收在BC Wallet BC Wallet呢 在公司的BC商城里面买东西 可是呢 这个买东西是不计算奖金的 只是买了 用不了 所以呢 有10%呢 就是会来消除泡沫的 所以这个系统是很公平公正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了 好 那我们看时间一下 就讲了很久了 好 那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 要参与活动 这一点呢 很重要了 所以公司 以别人的公司呢 其他的直销公司呢 是领导做活动 我们的E Wallet的公司呢 公司请了一大半的奖师呢 就是给领导 就是做活动给领导 所以大家觉得 还不珍惜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讲 OK So 这个公司已经 对我们的这个家人 对公司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对我们的孩子 是太好了 太好了 OK 所以面面俱到 全部都有照顾了 那现在呢 重点就是 我们要不要去参与活动 好了 OK So这个 我们这也没有写 什么 这个什么 举办活动 没有啊 大家不需要举办什么活动 大家参与活动 好了 OK 所以公司未来呢 会做更多更多的培训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了 当大家呢 我们参与活动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方向就可以一致 我们就可以更加协调 我们就可以更加融洽 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加跟公司的这个价值 核心价值 或者是文化呢 更加的统一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我们出去代表公司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代表公司呢 所以我们代表公司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数字 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的这个欧阳宜老师呢 也时常帮我们举办很多这个排毒营啊 所以如果有线下活动的话呢 老师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 一个活动 就是排毒营 我们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这个老师的活动呢 基本上呢 如果单独去参加欧阳宜老师的活动 是收费很贵的 可是通过雨薇呢 给大家做这个排毒啊 参加这个camp呢 收费就降得很低了 所以呢 大家 有类似的活动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了 OK 那欧阳老师是我们的这个 印加国有的品牌代言 也是我们的 雨薇的首席营养总监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代言还有 我们的这个 Unis World Record的这个 陈文宏 这个羽球国手呢 他也是我们的这个 喜乐宝的品牌代言 所以陆陆续续呢 很多代言都会加入我们了 好 那剩下的就是自我增值了 自我增值呢 除了平时上课 听讲师讲课 听老师讲课 听老板讲课 那我们当然一定还是要读书的 因为很多东西在书上里面 讲的会更加详细 所以健康的知识也好 领导的知识也好 自我整个要提升的知识也好 都是靠读书的 大家知道吗 我们就讲一个例子 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叫做什么 周星驰的戏 这个叫什么 喜剧之王有没有 就一个人呢 如果说呢 你是要自我增值的话呢 你总会有书在你身边 然后呢 自己增值 自己磨练 所以呢 周星驰的演技呢 从书来的 所以我们的口才 我们的知识 也是要从书来 所以请问大家 有没有读书 公司呢 为了鼓励大家多读书呢 每个拜三呢 都有主办IKO的这个读书会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看到很多时候呢 领导人都有参加了 可是新会员不知道 所以我们呢 成为这个 我们应该要把 这个很多会员呢 加入这个IKO的这个群组 大家一起学习啊 这个读书会呢 他是 老板们呢 就是他们 就是有人呢 读书 读了书啊 过后做summary 然后呢 就每个星期 跟大家分享 所以都是成功学 都是对我们的事业上 有很大帮助的 一定要多一点参与 好 如果不懂的话呢 就可以问你的上线 你上线不懂的话 就问上上线啊 就是这样子问下去了 好 那任何事情呢 当然 我们刚才讲嘛 你是领导 你是你的大家庭 你介绍的人 就是你的孩子 同样的 谁介绍你 就是你的妈妈咯 所以呢 你也是有上线的 任何事情呢 我们要跟上线 一定要懂得咨询 领导咨询上线 为什么这个东西 特别要讲出来呢 因为很多人呢 觉得上线没有用的啦 我们靠公司就好了 公司做活动了嘛 上线没有做活动 上线 再躲在家睡觉 吃我的分数 这样子的心态就不对了 因为你没有去用它 所以你觉得它没有用 当你去用它 大家一起去做活动 大家磨合的时候呢 整个团队就才会有动起来 所以呢 你如果说 这样对待上线 你的下线也会这样子对待你 所以它是一起的啊 一一套的 这因果是循环的 所以我们要跟上线 要跟下线的关系 一定要融洽 不要说 没有说 我skip掉你 我就去我的上上线 我skip掉 我去老板 这样子的话呢 老板总有一天呢 他会应付不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直接对老板 什么问题给老板 老板讲 我的电话呢 没有停过的 我比任何的员工更忙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 这个系统啊 这个 领导啊 这个系统呢 一定要把它建立回来 OK 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领导 跟我们的下线 直属关系呢 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弄好 如果你弄不好 就不用讲要带团队 弄不好 就不用讲要制造 建立团队 建立家庭 是不可能的 OK 这样讲明白吗 好 那领导呢 我们来看了 有几个东西 给大家知道 不是每个人呢 愿意跟你一同上路 这里的上路呢 不是去什么地方啊 就是跟你一起打拼啊 所以呢 愿意跟你一起上路的人呢 要好好珍惜 不要摆你的价值 然后呢 不要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 人家 在人家的生命中呢 有不小心 有这一刻啊 或者是这几年啊 跟你待在一起呢 其实这个就是缘分 这个缘分呢 就是你之前修下来的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了 不要把这个缘分留走 OK 所以呢 我们懂不懂得知道 别人的意愿很重要 不是做你爱的 是做他爱的啊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下线 愿意跟你一起打拼的话呢 你懂不懂得 他为什么要跟你一起上路 懂不懂得 他为什么愿意在你 跟你一起走 因为 他一定 有 在他这边 他找到他爱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来 然后呢 一定要满足他 不是每个人 应该都跟你一同上路 所以呢 你的心态 决定这个人呢 会不会散 所以我们时常讲 领导领导呢 是怎么样去拒人 不是散人 很多时候呢 你只要不小心 你的嘴巴 讲错一句话呢 你就在 就是在把这个凝聚力弄破了 弄散很容易 要拒得很难 所以呢 我们讲话 一定要小心的 我们是在做凝聚的事情 不要因为你的情绪 一下子呢 就是伤害了 无心之过呢 可能就把你的团队 信心疚苦 建立到一般的 全部就弄散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不修自己 这些不小心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 如果你时常修自己 你注意你的心态 注意你的修养的话呢 你就会越聚越多人 不小心弄散这件事情呢 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 这也没有什么东西 是理所当然的 so 不要以为一切 突然间 这样多人愿意跟你 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 一定是有原因 然后呢 也如果说你觉得 你说不到点 为什么别人会跟你 就是 你的团队也不会久 不是每个人 能够跟你一同上路啊 所以你的能力呢 他可能就是 来补足 他没有的 所以留到最后的人呢 才叫家人 所以 能够跟你一同上路 到最后的人呢 才是家人 那 如果还没有到最后呢 什么叫最后 还没有到最后一分钟 那 最后是不是讲 临终前 那个才叫最后 没有啊 你要当每时每刻 你身边的人都在 跟你的 跟着你的人 都是最后一刻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会珍惜他们 所以这一点 也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来看了 成为下线呢 你也不要怪领导了 领导也是有 他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们来看了 我不讨厌你 只是不习惯你而已 所以 如果你是觉得 人家人不愿意 接触你的话呢 可能那个人 不一定讨厌你 可是他不习惯你 所以他不习惯你 你要怎么样 让他习惯呢 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去磨合 所以时间 才是一个良药 所以怎么样 让人家习惯你 怎样让人家 知道你的pattern 这个 知道你的pattern 了过后 它是舒服的 这个呢 才是重要的 大家才会一起 磨合的 更加凝聚 好 领导需要什么环境 领导呢 团队呢 生存需要有文化 然后呢 我们需要创造成功的环境 所以这个成功的环境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氛围 有的人呢 做饭局过后呢 他懂不懂得 饭局 讲完课过后 后面的这个gosing呢 这个环境 是怎样的 是你做你的 他做他的 还是互相support 有系统的 还是呢 整个 整个这个气氛呢 大家是抢着要签单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环境 需要靠团队 制造出来的 OK 所以任何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拒绝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呢 有一个水鬼 水鬼就是 拖你下水的人 拖着你 不让你走的人 所以如果有 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请不要让他 靠近你 因为呢 就是把他赶走就对了 因为 你做什么东西呢 如果有人破坏了 你辛辛苦苦 你凝聚要建立起来的 可是因为他的 无心之思 还是他故意 把他破坏的话 那你建立了办事 他破坏一下子 这样子就不对了 所以呢 你不要让这些人 靠近你就对了 懂不懂得 找出什么叫水鬼 不要以为 这个人很有能力 他就是我的帮手 可能他也是一个水鬼 有能力 不代表他能跟你配合 只要他是拖着你 做事情 破坏凝聚力的 这些人都不可以留 那 改变环境 带来的这个影响 会更大了 所以呢 我们做领导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去 建立 环境 建立更好的氛围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靠什么呢 不是靠嘴巴 也不是靠行动 是靠大家一起共事的时候 那些摩擦出来 所发出来的火花 这个才重要 好 那 这个合作的事业 让你的朋友成为你的贵人 他日 你再成为他人的贵人 帮助他人成功 才能让自己成功 这个就是在指甲里面 最核心的价值来的 你的上线 没有帮你 你就不会帮你下线 你的上线帮你 过后 你如果还不帮你下线 你这个四条线也是死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 怎么样成为人家的贵人 怎么样帮助人成功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自己的修养 我们要怎么样 什么的态度 在这个宇维家 这个家庭里面呢 我们要诚实正直 那最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动力 我们一定要积极向上 好 所以这个最后的几张赛呢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了 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包括选择我们的事业呢 我们都是要坚持 所以就像马云那样子 如果当初没有他的坚持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 整个经济呢 就整个模式 整个事业的这个 这个模式呢 就不会改变 所以呢 坚持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可是你不知道 哪一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挖到你的井水了 所以坚持是很重要 所以在过程当中呢 这个是你的家庭 这个你是妈妈 你在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呢 请问大家 你在建立家庭的时候 你会不会放弃你的家 是不可能的吗 你生了孩子 然后你讲你要放弃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建立这个家庭 就建立一世人了 所以就是坚持下去 好 所以总会有出头天 这个家的氛围 这个家的环境 好不好 就在于我们坚持跟努力 怎么样去改变它 怎么样去创造它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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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图了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 我们的CEO Mr.Elon呢 就很强调的 我们 就是 我有看过有一些团队了 他就是用这个图呢 就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因为我们呢 就是只不能管太多人 我们呢可能呢就是 我介绍了六个人 六个人里面呢 我介绍了十个人呢 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人要动 所以呢我就把这六个人的名字写下去 那我就帮助这六个人呢 介绍啊就是 有六个人啊 介绍他生六个孩子 所以呢就再填下去 只要啊就是你把你这个表格填满 基本上呢可以说呢 你的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呢 基本上都会保证啊 会不会多我不知道 可是呢至少他会保证 至少呢你的团队呢 是已经开始发芽 他会有一点点 auto run的感觉 所以这个图呢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填满下去 然后呢你是 如果你现在是奶奶了嘛 你是真祖母啊 你是做最高那个了 因为他们已经生子生孙了 所以你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跟他们讲 哎呦孩子啊 你要维持消费啊 哎呦孙子啊 你要维持消费啊 就够了 他们automatic给你交用了的 然后呢你要叫他们维持消费 就对了这个就是你的工作了 所以完成这个图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事业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ok so 呃大家 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翘脚啊 做一个这个 呃每个月 无端端拿家用 然后呢每个月很简单 就是叫人家维持消费 这样子的工作 啊 这样子的这个事业呢 我就相信呢 每个人 呃都很向往 所以包括我也很向往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就呃都可以达到 啊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呃 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 可以发问 那呃 就是 希望大家在这个 这个课程里面呢 有有 有启发到你们 有学到东西了啊 ok 好 就我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 ok 我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 哦 有这么多问题了 好 那我们来回答问题啦 好了好了好了 先讲 呃 我要上级 请问老师 对奉奖金 有分 你是什么配套吗 对奉奖金是 没有分的 啊 什么配套都有对碰的 ok 啊 对奉奖金就是 就是 你 你 booking啊 parking啊 那个位置过后呢 呃 就 左边有分数 右边有分数 你就碰了的啊 只是封顶有差别罢了 啊 就 呃 你都有对碰 只是有封顶罢了 哈 谢谢 谢谢 呃 这样快就行啊 ok 好了好了 那我们呃 因为我看到我前面讲的太长了 我就后面就讲很快啊 呵 so啊 marketing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也可以就发问了啊 现场有很多 也是有很多专家啦 有没有 在这边有很多专家的 啊 so 相信很多 你们的上线呢 就在 在这个MCO期间呢 一直做zoom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有分享到 他们已经滚瓜烂熟了哈 所以 呃 好好的利用你们的上线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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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部谢谢 全部没有问题了哈 呵呵 我想了很多 请问哪里可以重听这个课程 哦 ok so啊 这个这个课程呢 我是有录了啦 ok so啊 如果你们要重听的话呢 你们跟我们 啊 跟阿布啊 跟Mr.Boo 呃 去 去 跟他讲哦 好 几十几十几十的课程 你要 你要 download 他就会把你放在YouTube 或者是send给你们的 啊 so 呃 我 ok so 我都有录下来了 嗯 还在 好啦 我们谢谢大家 ok bye bye